大家好,我是大叔饿斗 今天我们用红皮花生做一道油酥花生米 不需要用很多油去炸 只需要这么点油,大约25克 就可以炒一斤花生米 炒出来的花生米和油炸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焦香酥脆又好吃 用密封的玻璃罐保存 放半年都很酥脆 首先我们准备一斤红皮花生米 现在不是新花生上市的季节 我买的是真空包装的 花生米的表皮会特别干 把它们放入大盘里面 朝盘中加入多点清水 然后用手翻拌一下 把花生浸泡个5-10分钟 让花生的外衣恢复一下 这样待会炒的时候才不容易糊 如果是新花生的话 就不需要这么麻烦 剥去花生壳就可以直接炒 好了,浸泡时间到 泡好的花生米 倒入锅盘中立去浸泡的水 再把它们抓洗一下 洗去表面的灰尘和脱落的花生皮 这些花生皮特别容易炒糊 最好尽量去除 清洗干净后立去多余的水分 再把它们平铺扎满上 用手均匀的铺开 尽量不要重叠 再放在阴凉通风处 吹干花生表面的水分 因为我们这里特别热 大约半个小时 花生表皮就变干了 用电风扇吹的话 大约15分钟就能吹干 天气不好 又赶时间的话 可以用电吹风 我们今天的做法和油炸不一样 花生米不需要特别干 有一点湿都可以直接炒 不会发生热油飞溅 因为我们只用25克的油 能够基本上 让每粒花生米都沾油就可以了 下一步准备一口干净的锅 最好是平底锅 加入25克的植物油 先不要开火 把花生米直接倒入锅中 炒花生米一定要冷锅冷油 全部下锅后 先开中火 用勺子不断的翻炒 让它们瘦的均匀 因为用油量特别少 我们甚至可以翻锅 不管您用哪种方式 一定要保证勤翻动 大约翻炒三分钟后 花生米就会发出 噼里啪啦的声音 没有经验的话 一定要换成中小火 有经验的话 可以保持中火 继续翻炒 整个过程非常简单 就是需要耗费时间和体力 炒到一定的时间 花生米的声音就会变小 会散发出浓郁的成熟的香味 没有外溢的花生米 会变成金黄色 用筷子尝一下 发现花生米没有声味了 就说明花生米快熟了 继续不断的翻炒 直到琵琶声完全消失不见 就要立刻关火 用余温继续翻炒个十几秒 最后的几十秒特别重要 花生米的变色特别快 即便不开火 余温还会继续加热 耽误了几秒钟的时间 花生米的颜色都偏深嫩一点 接着把炒好的花生米 迅速倒入一个清洗干净的 无水无油的不锈钢铁盘中 让花生米快速降温 条件允许的话 可以加入一点高度白酒 能够挥发带走热气 加速花生冷却 然后抓起盘子 快速的旋转 也是为了加速花生的冷却 不锈钢的盘子 倒热特别快 等花生米冷却到室温后 均匀的撒上4到5克盐 然后采用旋转 加翻拌的方式 把盐搅拌均匀就完成了 想要保存的话 就放入无水无油 密封的玻璃罐子里面 因为加了盐 大约可以保存一个月左右 不加盐可以保存半年 这样炒出的花生米 和油炸的花生米相比 根本没有区别 只是不适合大批量制作 吃起来咸淡适中 非常的酥脆 我是大叔饿斗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关注点赞收藏 转发给更多的人